记者王杰台南报道 11岁国小女学生在脸书认识有幸男子 没想到刘南竟然直接到国小接人 向老师匡称是女童堂哥要帮修电脑 女童也称需返家开门 结果两人禁止奔摩铁 警方获报后怀疑女童遭性情 将刘南依儿绍法送办 检方也认为刘南涉嫌重大 向法院申请羁押 不过法官认为证据有当场查扣 没有羁押必要 因此才定期万元交报 29岁的刘姓男子住在桃园 涉嫌性情女童后到警分局应讯 他公称是在脸书与女童家为网友 因为很了得来 在网络上互称公婆 女童生日快到了 两人相约见面庆生 前天他从桃园搭客运南下 投诉在雪甲的汽车旅馆 当晚先见面 昨天到校向老师杨称是女童堂哥 离开学校后立即回汽车旅馆 一时冲动 见女童没抗拒 就发生关系 警方在旅馆内 查扣一坨沾血的面纸 检方也认为刘南涉嫌重大 向法院申请羁押 不过法官认为这起案件的相关证据已当场查扣被害人及证人公诉相当明确没有灭证的可能 再加上刘南触犯刑法第227条 对于未满14岁男女性交可判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徒刑 不是罪情本刑5年以上的徒刑 虽然检方认为被告目前假释中还有4年徒刑尚未浮满有逃亡的可能但没有羁押的比 要所以法官才定7万元交报